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最近出訪 加勒比海友邦過境美國時 受邀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 她在演講中不僅揭穿中共 用經濟利益威脅臺灣民主 還批評中共一國兩制模式 並指出獨裁與民主無法共存 中華民國總統蔡英文於12號抵達美國 並首次以總統身份到訪紐約 當天下午 蔡英文在哥倫比亞大學發表演講 她在演講中表示 臺灣現在的危機 是被經濟利誘而危害民主 還有假新聞當道 危害言論自由表達空間 蔡英文談到了臺灣珍貴的自由民主制度來之不易 臺灣也有捍衛民主的責任 香港年輕人沒有管道發聲 只好走上街頭為民主自由拼搏 臺灣人民決心和他們站在一起 她還指出 香港的一國兩制經驗 向世界明白揭破了獨裁和民主 無法共存的事實 因為獨裁政權只要一逮到機會 即使是一絲的民主威光 也會毫不留情的悶吸 蔡英文還表示 民主國家團結時最強 分裂時最弱 此次蔡英文訪問加勒比海邦交國 來回過境美國總共4天 打破了以往只准在美國過境24小時的外交慣例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表示 香港自主權移交後 香港的自由、民主、人權等各方面 都發生了全面的倒退 旅美時事評論員田園博士表示 如果臺灣政府一步一步的在中共的淫威下就範 最終的結果一定會像香港那樣 民主無法生存 田園認為 臺灣應該拿出勇氣 拿出責任感與中共針鋒相對 以積極主動的姿態和歐美盟友 堅定的維護民主、人權 對中共侵犯人權提出嚴厲的批評 否則 臺灣就會變成中共的殖民地 大參考電子報創辦人李胡寬指出 蔡英文需要迫切講出普世價值四個字 用這四個字保衛自己 李胡寬表示 當初鄧小平曾向世界承諾 香港制度維持50年不變 而且中國制度還會向香港制度靠攏 但現在香港已經變了 最近美國也經常提醒中共 之前的談判都沒有按協議執行 不過 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和外長 都對美國提出抗議 指美國統一蔡英文過境 違反所謂一中原則 田園指出 中共完全是一個無賴 它在與美國打交道中 完全無視國際規則 還虎腳蠻纏 對付這樣的一個國家 美國打臺灣牌是不錯的選擇 從戰略上 美國有義務 也有必要支持臺灣 就是這樣一種狀態 田園表示 正是美國以往的綏靖政策 導致中共成了世界的威脅 田園認為 如果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 甚至支持臺灣重返聯合國 將是對中共極權體制非常重大的打擊 對早日解體中共 也是非常好的加速劑